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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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又会讲另一个关于媒体的话题 就是由丐世保开始讲起 丐世保本来是不太大 只不过是一个儿童节目的主持 其实在我的年代 我又不是丐世保的年代 我是张国强和谭玉英的年代 我没有听过丐世保的名字 丐世保是90年代末期 开始加入儿童节目 朱茜我已经不太好看 但是丐世保这件新闻 就是因为他现在被无线减薪 减薪到7千元 其实7千元是基本月薪 如果接得够表演的话 照计就不止这个钱 但是问题就是 因为他被人剪掉 不再做儿童节目主持之后 就连这7千元 可能7千元就是他每个月干斗 他发觉没办法再在TVB发展 离开 但是重点其实不是赛制宝本身 重点就是 有人写了一篇文 就说 丐世保这些 就是他说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不懂得增值 你常在贪安稳 在儿童节目做了20年 你不懂自己 如何发展自己的财能 或者你不懂得铺牌自己 去转投其他的 就是我们说的范畴 所以你便被被时代淘汰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 为何谭逸鹰可以成功转型 谭逸鹰就是 因为它是旧世代的集体回忆 它便可以吃到上一层的水 你丐世保就是 生不逢时 就是没有谭逸鹰生命 生得那么好 所以你便不可以做到第二个谭逸鹰 其实我很感慨 第一件事就是 这篇文章很强调就是 你一定要职场增值 或者你一定要努力 如果你太贪于日落 你便会在事业上失败 我真是心想 娱乐圈正正不是这回事 大家都知道有很多个例子 娱乐圈就是你很努力 但是你是不出名 娱乐圈你可以很冷眼走 但是你会成功 娱乐圈就是完全跟增值无关 而当然在我生活 或者我自己的人生里面 遇到太多人是很努力 自我增值而被社会淘汰 与盖世宝未淘汰 周显也会说 纯粹一个时代演变的问题 就是这个时代 不再需要儿童节目 她很不幸生辞了 至于谭玉英的问题 谭玉英如果她可以成功转型 某程度上 都是跟她的财能有关 你看谭玉英主持节目 与盖世宝 她之下的无线主持节目 你也是看到有个分别 谭玉英很容易令你留下印象 不是一个普通的儿童节目主持 那么简单 而是她真的有财能去做私营 所以她才成功 很多人将一些很简化 就是最想我生不逢事 你看我如果早出生20年 我可以跟你一样成功 推卸了一件事 首先你可以是没有运 但你也可以是人生规划有问题 你可以是你没有财能 甚至很简单就是你性格有问题 而将所有东西推去世代斗争 这个就是我自己很感慨的地方 首先我们要说是做娱乐圈 因为我拍过几部电影 每一个崗位都做过 我做过演员 做过出品人 做过編剧 其实演员是大部分都不行 不行是正常的 你说什么盖世宝 很多年更差的盖世宝的人 可以做到20年儿童节目 其实是代表她某程度上有这个 至少你知道盖世宝的名字 我依稀听过 其实有这么多年 有这么多儿童节目主持 你记得多少个 记得入老的 其实都代表她有一定的把炮 那条床凳凳死了 那条床凳凳凳 她说你这个4K呢 很正常 你想想香港是多少 对不对 因为其实做艺人 很多人想不到真正的 我有个朋友 畢業后出来工作 有两个提供 一个就是签做艺人 另一个就是签做家庭所 那时候做港交所 梁凤凳说你过来 那人工差不多 就是 是double of 一个fresh graduate 那她就选择了去做艺人 那怎样选择做艺人 其实做艺人是一个 就是好像手机那样 是一个default mode 你不用想的 做艺人 你说我有一天 走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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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她叫你去做事 叫你去开工 就是你去做增值 你不知道做哪一样增值 就是任达华 她说她苦练了 她没东西做的 在两年蹲蹬没东西做的时候 她就每天看英文台 学英文 但是你不知道学了英文有没有用的 你不是立刻用得到的 那些人说 很多人都说你给我 学了英文都可以没用的 你都想到 有几可有一个机会 是你学英文会用得到的 是 但是可能突然间有一个角色 那个康姆派那个人 他认识跳舞 所以他的Casting 其实是因为Casting 他认识跳舞的 他认识跳舞最重要的 总有一个角色 可能要学弹琴 是 没错 就是这些真正是无日无知的 而你可以做了一百样的真正都是没用的 没错 但是所以你是很无助的 就是做什么 所以亦都很讲运气 当然如果你是做这些 你那个social level 肯 肯 擦鞋 或者裙子 那你会多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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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一些东西 你练一下吧 如果女儿肯做潜规则 那这个就在其他行业都是 都不用只做这些 潜规则也不只是artist 不过artist的潜规则 就比较有价值 那TVB 就是裙子 就比较重要 因为TVB 那些都是司拉 你也是要扣鞋 交裙子去做 好了 但这个只是一部分 我自己觉得 你用盖世宝去讲 职场增值就不太对 因为演艺界 跟一般的职场增值 的距离是最远的 而它反映 最残酷的现实就是 有很多很努力增值的人 最后都是会不紅 但另外一个问题 人们就说 TVB就是很黑薄 很残酷 去淘汰 帮你做了十多二十年的人 但问题就是 TVB就是做人称了一个 夕阳行业的 即是我说的职言 还有很多人觉得 TVB影响力很大 TVB是一家很大的公司 这件事已经不同了 以前的TVB 买个广告 那些生意很大声 他叫你做广告 现在今时今日 TVB的价子 还可以赚到几亿 但是他那个市值 是说六十八亿 他现在那几个人 是几份人的 即是说加上 整份人 炒了大股东 陈国强 持有的equity 可能都是十多亿 喂大哥 你适当在街 湾仔 我们那些贼 适当在街 都数到几百个 可以买TVB 就是问题 你买不买到 人家买不买给你 即是 已经沿落到 是survival strategy的问题 而香港政府 非常守舊 就不准你 截入式 什么东西 都要限制到 所以其实做到电视 是很难做 喂 其实应该 全部人就对了 其实现在 在TVB 都还有人 可以赚大钱 都还可以出名 但那个范围越来越小 还有M型化 也是全世界潮流 找到钱的人 是很熊 很多东西 找不到钱的人 其实就是公司的父女 就应该要有 你便看伤害 其实TVB 已经是算比较好 因为你有底薪 大部分做 artist 现在你看到那些 乐队 那些什么什么 组合那些 是没有人工出的 回到来 有工作才做 那你自己去找办法 还有一件事 就是 现在做TVB 当然你可以在主台出 都还是很轻香的 但问题就是 他现在有J2台 他现在有新闻台 这些地方 其实他都要继续拍节目 好 比一个好处 例如我早前有做 财经资讯台的访问 不会有人知道 我亦都不会特别 去表演 给TVB接受访问 因为根本就不会有人看 亦都不会有人去刷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时代已经不同了 我们当然 仍然会觉得有很多人看TVB 但是 他真正发挥影响力 其实就是 黄金时段 就是那几线的剧集 那几线的剧集 以外的东西 其实影响力已经很小了 所以 为什么TVB 市值会不停萎缩 原因就是 没有人再觉得 在TVB 发放一个讯息 除非你是一个很指定的黄金时段 那个影响力 可以有以前那么大 当然 TVB 亦都有很多问题 第一件事 就是 其实现在很多媒体的竞争 有很多人已经不再看电视 有很多人家里没有电视 你还可以吃着肺脑那一代 还有很多肺脑都会有看电视 年轻的一代 你还会看TVB 除非你家人逼你吃饭 其他是不会有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媒体的影响力 亦都不再是 单靠你一个传统媒体的影响力 就很大 当然 那不是 你在YouTube整个频道 或者你搞个网台 影响力很小 但问题就是 它分薄了很多 你有1万个独立的媒体 可能它的影响力 都是你的几万分之一 但加上 它就揣走了你TVB的几分之一 即它连统战的Premium 都少了很多 本来一个电视台 是的 我们说很多媒体 现在越来越不值钱 原因就是 它没有了统战的Premium 譬如我们说香港01 譬如我们说TVB 甚至有很多媒体 以前说我们说 很厉害的 红枝去收购一些 即我们说媒体 以前有买信报 或者我们说之前 入主明报 常常都哗言 你现在侵犯我们这个言论之后 现在都没有什么人觉得是有问题的 如果我 要去搞传媒 我最重要就是五毛 还是一些懂得打繁体字的五毛 这些全部的简单字 我请一群人去留言 可能是更有效 我自己搞媒体 我搞你的媒体就可以了 我需要搞媒体 这是一个很大的分别 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 我不会否认TVB 还有它的影响力 但是 它的影响力 已经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影响力 我们的记忆中 是的 我们的记忆中的影响力 即是我在TVB上过 《东章西莫》很厉害 周街有人认识我 这种影响力 已经是完全不同的 有 TVB是有一个影响力 如果现在很有钱 我都可以去买的 TVB有什么影响力 就是TVB 对于大陆人来说 是公信 所以现在TVB 在香港TVB出到来 做过的Artist 开去大陆登台 在大陆拍一些剧 那些是有Premium 但是TVB在香港的力量来说 是低了 然后当然 有一样东西 就是TVB的市值越来越萎缩 其实我都是觉得 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当你这个TVB 已经是成为了 可能是比较亲建制的 你亦都没有了一个收购Premium 现在香港的媒体 应该越来越不值钱 因为你全部归了 归了归的意思是 以前我要收购一个媒体 就是因为你不听话 你不听话 我就买起你 然后令你变成听话的媒体 但是当你买起了一个媒体 令它变成听话的媒体 它就没有再被收购的价值 所以现在媒体越来越不值钱 另一个原因 就是媒体已经太听话 我已经没有一个所谓的统战Premium 我如果是不听话 你要我听话 你开个价 不是 你都听了话 我没有理由 令他由听话 变成听话 令我要买了这些媒体 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是 然后最后你觉得 你怎样看TVB将来的发展 TVB将来的发展 我觉得都很暗淡 但它可以切开 但问题是什么 我又要这样说 你又不能够完全忽略了 那种固有的fan base 即那一班一路追开剧集 因为近来TVB的收拾 是一路上升 二十几点三十点 其实一路上升 这边是 是将一个台 成功转移 成功转移 为大陆化 就是延期工略 做完大陆的剧集 所以这件事 反而能够持续 因为一个很有知识 或者有什么的人 现在是不看电视的 或者是一个很新的人 但是那些人 刚刚吃到 还会看电视的班 所以会升 你搞J2 那些反而是 二十几三十点 即香港还有三分一的人 会仍然支持TVB 还有很多人看《燃起攻略》 还有很多人看《Cody Cat》 其实香港那些本土剧集 都是有二十几三十点 始终本土創作 都是有一个吸引力 我们都会觉得 香港人的剧集 就是 我是个香港人 就是要看香港人的剧集 本土 就像是本土 现在是国安本土 本土的电影 都是吸引力 但我的感觉 因为香港撕裂严重 是很严重 未必是一个对立 就是我看TVB 我始终都会看 不看的 就是始终都会不看 很多人吹捧 TVB会枯飞烟味 我又不会相信这一套 因为会看TVB 始终都会看 但是TVB的影响力 就像以前那样 当然绝对也不会 因为不看TVB 就是不会再做 你不要再看 只是影响力 其实盖世宝 这些状况 是一个赚钱压力问题 其实影响力 只会很慢地跌 但是赚钱压力 海浪会跌得很迅速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其实现在拍摄电视 有太多媒体 分拨了广告 所以它割策 我不知道会搞到什么时候 但是人们的收入 肯定越来越低 好 下次再讲其他话题